哈喽 大家好 晚上好 我是小易 嗓子有点不太好 还请原谅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PR2019开启CUAD加速 这个问题也是 让我头疼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 因为没有开启之前的话 我这个视频渲染 做一个小视频 2K的分辨率的话 做出来得需要一个多小时渲染出来 现在开启CUAD 水晶加速以后的话 大概只需要20分钟 省了我很长 省了我很多时间 废话不多说 首先呢 打开那个 非常简单 就是打开你这个 PR 点右键 打开文件位置 然后这是快捷方式 所以说还得打开 打开 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然后在这个 里边的话 它有一个 有一个文本文件 是C开头 找一下啊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自己手动 自己手动 建一个文件 就行了 就这个文件 名字叫 CUAD 然后把你显卡的型号填进去 简单来说 就是 在这个属性 计算机管理 设备管理器里边 显卡属性的 双击打开 详细信息 点复制 这是最简单 然后点贴 你的显卡型号就上去了 然后把这个 关闭保存就行了 然后的话 找到一个 叫GPU SI SNI FFER 就是这个 双击 执行一下 它会把你的显卡 显卡注册进去 这样的话 你的那个 CODA 就算打开了 为了确保 看那个CODA 打开 打开没打开的话 最好进那个显卡的控制面板 看一眼 把那个CODA 如果没有打开 就在显卡 把那个驱动里边 把这个CODA 全部 现在已经是开启状态 现在已经是开启状态 现在是开启状态 所以说就不用管它 这个设置方法 这个设置方法是新老显卡通用 不过大家一定切记 这个 必须需要得用最新的显卡 驱动 在这个PR的 边际 有个内存 我之前把这 由于之前不支持 把这 如果你以前改过的话 把内存改成性能 再一个就是在序列 编辑 首选项 不是首选项 编辑 然后在项目管理里边 之前把 把这个常规 把这个渲染程序 如果之前不支持 你用的是这个 仅 用这个软件改成 第一个 JPU加速 然后点确定 然后 这个整个设置就算完了 然后直接导出就行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导出的时候 我都是把这个 就是 让它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我的视频 这个码率是60吧 大概就 大概就调到58 59吧 然后点导出 大家看到没 这个速度 大概就是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最多 这是2K的分辨率 256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